这么好吃 拌上米饭 我家孩子能吃三道油脂 放上葱姜 料酒 洋葱 调料都不用放了 再加入一碗清水 上做的卤肉饭 我家四个女儿抢着吃 先用卤料包 拌瓶啤酒 去一枕 电饭包内 按煮饭键 淋上一圈 酒店后厨都在用的 清蒸白桌汁 煮上两三分钟 最后淋一圈水淀粉勾芡就可以了 好味就用这种熬着好的酸汤料 一袋里面有四包 煮开后放入你喜欢吃的蔬菜 烫熟捞出垫在碗底 然后下鱼片轻轻滑动了 你看是不是和煮泡面一样简单 放姜蒜末 葱花 料酒 盐 生抽 蚝油 抓匀后腌制半个小时左右 两面金黄就可以捞 很多人喜欢吃酸汤肉片 然后把自己喜欢吃的蔬菜 汤就可以出锅了 你看又滑嫩的关键 然后下鱼头后 放姜蒜辣椒和酸菜 煸炒两三分钟 轻轻翻动 炸至金黄捞出 油温升高 复炸一次更酥脆 这样做出来的偶合或者结合 冷了也是酥脆不软